公司的保安员用内线电话通知我说 该下班了 知道有人在等着劫我 所以他是在通知我 赶紧出去给劫匪送钱 不然劫匪会砸我的车了 车在学院的停车场上被砸 他有责任要扣他的工资 但我不怕劫匪砸我的车 因为保险公司会陪我 但我怕保安被扣工资 他会记恨我 以后给我离楼最远的车位 车场大得很 从最远的地方走到楼门口有五里路 盛夏时节走完这段路就快要中暑了 这一系列的事告诉我们的是 文明社会一环扣一环和谐地运转着 错一环则动全身 现在有一环出了毛病 出在了棕色的身上 他突然开口说话了 对我说道 老大哥 我要写小说呀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棕色的是个缺心眼的人 所以他说出的话不值得重视 下列事件可以证明他的智力水平 本公司有项规定 所有的人每隔两年就要下乡去体验生活 如你所知 生活这个词对写作为生的人来说 有特殊的意义 体验生活就是在没有自来水 没有煤气 没有电的荒屁地方住上半年 根据某种文艺理论 这会对写作大有好处 虽然有这项规定 但很少有人真的去体验生活 我被轮上了六次 一次也没去 一被轮上我就得病 喘病 糖尿病 最近的一次是皮肤骚痒症 除我之外 别人也不肯去 并且都能及时的生病 只有她一被轮上就去了 去了才两个星期 就丢盔卸甲地跑了回来 她在乡下走夜路 被四条壮汉按住 轮间了两遍 回来以后 先在医院住了一星期 然后才来上班 这个女人一贯是沉默寡言的 有一阵子变得喋喋不休 总在说自己被轮间时的感受 什么第一遍还好受 第二遍有点难忍了云云 后来有关部门给了她一次警告 叫她不要用自己不幸的狭隘经验 给大好形势抹黑 她才恢复了常态 又变得一声不吭 才老实了半年 又撒起了疫症 此人是个真正的笨蛋 说起来我也有点惭愧 人家既然笨 我就更应该关心她才对嘛 通过我的头疼 我看到在一片棕色的阴影之中 棕色的被关在一个竹笼子里去了 这笼子非常小 它在里边全成了一团 手脚都被竹灭条拴在笼杂上 菲律宾的某些原始部落搬迁时 就是这样对待他们最宝贵的财产 一只猪 最大快人心的是 人家把她的嘴也拴住了 这样她就不能讲出大逆不道的语言 不管别人怎样对待她 在我眼睛里 她是个女人 她还是我的下属呢 我走向前去 打开竹笼 解开那些竹灭条 棕色的透了一口气 马上说道 老大哥 我要写小说 如你所知 我们在写作公司做事 每天都要写小说 他居然还要写小说 这个要求真是太过古怪 但罪不在我 我想要劝棕色的 别动着傻念头 但想不出话来 把烟抽完之后 我就开始撕纸 先把一本公用信纸撕碎 又把一扎活叶纸毁掉了 一部分变成了雪花状 另一部分坐成了纸飞机 飞在办公室里到处都是 顺便说一句 坐纸飞机的诀窍 在于掌握重心 重心靠前 飞不了多远 就会一头扎下来 重心靠后 则会朝上扬头 然后屁股朝下地往下掉 用航模的术语来说 它会失速 然后进入螺旋 最后 我终于叠出了最好的纸飞机 重心既不靠前 也不靠后 不差毫厘地就在中央 智在空中 慢慢地滑翔着 一如定在天上一样 半个钟头都不落地 看到这种绝迹 不容棕色地不佩服 它擦干了泪水 也要纸来叠飞机 这样 我们把办公桌上的全部纸张 都变成了这种东西 很不幸的是 这些纸里边 有一部小说的稿子 所以第二天 又要满地地捡纸飞机 拆开后 往一块队 贴贴补补送上去 但这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午夜 此时我想起了 自己是头头 就站起身 说道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这是必须的 棕色的乘地铁上下班 现在末班车早就开过了 奇怪的是 我的吉普车没被砸坏 门房里的人 朝我伸出了两个指头 这就是说 他替我垫了二十块钱 送给那个捷道的小玩闹 我朝他点了点头 意思是说 这笔钱我会还他的 保安可不是傻瓜蛋 他不会去逮停车厂商的小玩闹 逮到是能逮到个吧 但他们又会抽冷子 把车厂的车通通砸掉 到那时候就不好了 以前发生过这种事 几十辆车的窗玻璃都被砸掉了 这就是因为保安打了一个劫匪 这个保安被炒了鱿鱼 然后他就沦为了停车厂商的劫匪 虽然名声不好听 但收入更多 那几十辆车的碎玻璃散在地下 叫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那时候 人们用暖水瓶打开水 暖水瓶平淡 用镀银的玻璃制成 碎在地下 银光闪闪 来往的人怕玻璃扎脚 用鞋底把它们踩碎 结果更加荧光闪闪 最后有人想要把碎玻璃扫掉时 已经扫不掉了 荧光渗尖了地底 在车上棕色的又一次开始哭哭啼啼 我感到有些烦躁 想要吼他几句 但我又想到自己是个头头 要对他负责任 所以我叹了一口气 尽量温存地说道 如果能不写 还是别写吧 听到我这样说 他收住了泪 点点头 这就是我存在了一丝侥幸心理 也许棕色的不是真想这个 那就太好了 送过了棕色的 我回家 天上下着雨 雨点落在地下 冒着蓝色的火花 有人说 这也是污染所致 上面对此则另有说法 我虽不是化学家 却有鼻子 可以从雨里嗅出一股臭鸡蛋味 但不管怎么说吧 这种雨确实美丽 落在路面上 就如一堂风信子花 我避灯行驶 开了灯就会糟蹋这种好景致 偶尔有人从我身边超过 就打开车窗探出头来 对我大吼大叫 可想而知 是在问我是不是活腻了 想早点死 天上在打闪 闪电是紫色的 但听不到雷声 也许我该再编一个老师的故事来解闷 但又编不出来 我脑袋里边有个地方 一直在隐隐作痛 这一天 从早上八点开始 到凌晨三点才结束 实在是太长了 我们生活在白银时代 我在写作公司的小说室里做事 有一位穿棕色衣服的女同事对我说 她要写小说 这就是前因 猜一猜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我失眠了 失眠就是睡不着觉 而且觉得永远也睡不着 身体躺在床上 意识却在黑暗的街道上漫游 在寂静中飞快地掠过一扇扇静止的窗户 就如一直在夜里飞舞的蝙蝠 这好像是在做梦 但睡着以后才能做梦 而且睡过以后就应该不困 醒来之后 我的感觉却是更困了 我自己的小说写到了这里 后来老师躺在我怀里 丝一样的短发摩擦着我 这些发里有香波的气味 有一段时间 她一声都不吭 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 我探出头去 从背后打量她的身体 从脑后到脚跟一片洁白 腿身的笔直 她穿着一件浅绿色的棉织内裤 后来我缩回头 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 又过了一会儿 她对我说 晚上陪我吃饭 我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来答应 她就爬起身来 从上到下地端向我 然后抓住我内裤的两边 把她一把扯了下来 暴露出那个家伙 那东西虽然很激动 但没多大 见了她的模样 老师不声诧异地说道 怎么会是这样 我感到羞愧无比 但也满足了我的恋母情节 其实 她比我大不了几岁 但老师这个称呼 就有这样的魔力 起床以后 我先套上一件弹力护身 再穿上衣服 就迷迷糊糊来上班 路上是否撞死了人 撞死了几个 都一概不知 停车场上 雾气稀薄 今天早上 不穿护身 简直就不敢出门 那东西直翘翘的 像个棍面包 但在我的小说里 我却长了个小鸡鸡 这似乎有点不真实 脱离了生活 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 在这十几年里 我会长大 一切都这么合情合理 这该算本真正的小说了吧 我在老师的床上醒来时 房间里只剩下窗口 还是灰白色 那窗子上挂着一面竹帘子 我身上盖着一条被单 但这块布遮不住我的脚 它伸到床外 在窗口的光线下陈列着 这间房子里满是女性的气味 和家猪桃的气味相似 夜晚将临 老师躺在我身后 用柔软的身体摩缩着我 以前这个情景 经常在我梦里出现 它使我感到亲切 安静 却感觉不到性 因为我未曾长大成人 现在 我长了一脸的粉丝嘎的 而且长出了夜毛和阴毛 猴节也开始长大 我的声音变得浑厚 更重要的是 那个往上翘的东西 总是强项不符 书上说 这种情况叫青春期 青春期少年经常失眠 我有点怀疑 33岁开始青春期 是不是太晚了一点 早上我到办公室 马上埋头 噼里啪啦的打字 偶尔抬起头 看看这间屋子 发现所有的人 都在噼里啪啦打字 他们全都满面眷容 睡眼惺忪 好像一夜没睡 也不知道是真没睡 还是假没睡 但我知道 我自己一定是这个样子 我是什么样子 他们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不需要戴镜子 有的人还在摇头晃脑 好像脑壳有20斤重 有人用一只手 托在下巴上 另一只手 用一个指头打字 学我 学得还蛮像呢 只有棕色的例外 他什么都不做 只管瞪大了眼睛 看着我 眼皮 红彤彤彤的 发现它太重 是种合成材料 所以不是真胡桃木的 还记得在饭快吃完时 我把服务员叫来 让他到隔壁快餐店 去买一打汉堡包 我在五分钟内 把他们都吃了下去 这没什么稀罕的 像我这样冥思苦想 需要大量的能量 最后付账时 老师发现没带钱包 我付了账 第二天 他把钱还我 我就收下了 当时觉得很自然 现在觉得有些不妥之处 假如我知道老师在哪里 就会去找他 请他吃顿饭 或者把那顿饭钱还给他 但我不知道他在哪 老师早就离开学校了 也就是说 我失去了老师的线索 这实在是装罪过 我和老师吃完了晚饭 回到学校去 像往常一样 我跟在他的身后 假如灯光从身后射过来 就在地上留下了一副 马戏团的剪影 驯兽女郎和他的大狗熊 马路这边的行人 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急匆匆地走过 在马路对面 却常有人站起来 死叮叮地看着我 在中国 身高两米一的人 不是经常能见到的 路上老师站住了几次 他一站住 我也就站住 后来我猛然领悟到 他希望我过去和他并肩走 我就走了过去 人情世故可不是我的长相 当时已近午夜 我和老师走在校园里 他一把抓住我泪下的肉 使劲了碾着 我继续一声不吭地走着 既然老师要掐我 那就让他掐吧 后来他放开我 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问他为什么要发笑 他说 手抽筋了 我问他要不要紧 他笑得更加厉害 弯下腰去 突然 他直起身来 朝我大喝一声 你搂着我呀 后来 我就抱着他的肩头 让他抱住我的腰迹 感觉还算可以 但未必可以叫做我搂他 就这样走在校园深处 坐在一条长椅上 我把他抱了起来 让他搂着我的脖子 常能看到一些男子 在长椅上抱起女伴 但抱着的未必都是他的老师 后来他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放手吧 我早就想这样做 因为我感到双臂酸痛 此后老师就落在了我的腿上 在此之前 我是把他平端着的 我觉得 把他举得欲肩平高 显得尊重 但尊重久了 难免要抽筋 写完了这一段之后 我把手从键盘上抬了起来 给了自己一个双风灌耳 显些打聋了 我就这么写着 从来不看过去的旧稿 但新稿和旧稿 顶多差个把标点符号 像我这么写作 真该打两个耳瓜子 但我打这一下 还不是为了自己音寻守旧 我的头疼犯了 打一下 里边疼得轻一点 有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计划